快乐分享简单煮 今天我用紫菜给大家做好吃的 首先开小火 锅上不用放油和水 把紫菜放锅上一边旋转一边煮 煮完一面翻另外一面 煮完后拿出 用剪刀把紫菜剪碎备用 5块钱的猪肉洗干净 先切成条 然后剁碎 煮完之后盛出 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泡软的虾米 把虾米切成小碎丁 盛出放好备用 一小根胡萝卜 先切成薄片 然后切成胡萝卜丁 盛出放入碗中 备用 随后在碗中打入 4个鸡蛋 加入一勺鸡精 半勺盐 半勺的糖 一勺生抽 然后把所有材料搅拌均匀 最后加入紫菜 同样把它搅拌均匀 备用 把平底锅预热 加入食用油 把紫菜鸡蛋液倒进锅里 把它推平整 小火慢煎 煎至一面定型后 把锅推动一下 随后取一个盆子 把紫菜蛋饼倒扣上去 然后再放回锅里 继继继煎煎煎煎至定型后 用铲子把紫菜蛋饼划十字 把它切开 方便摆盆和食用 然后煎至金黄色 再翻一下面 煎一分钟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啦 哇香喷喷的 看着就想吃 把紫菜做成紫菜鸡蛋饼 有肉有菜 营养丰富又下饭 喜欢请不要抽锅哦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